欢迎你来到2021左边茶水间冬季特别企划你问佐达第八集 在这一集的特别节目中呢 我们搜集了听众们对于生涯规划 自我成长个人品牌经营的相关问题 我们会在节目中为你解惑给你方向 今天的问题呢是来自于佳琪 佳琪问说呢 在研究相似对手的品牌时 要如何不产生比较嫉妒心呢 比如说觉得对方很会抓观众的眼球 而自己却成长不起来 对手的内容明明还好 却有很多粉丝喜爱之类的 非常谢谢佳琪愿意和我们分享你的问题 哇我觉得你真的是说中太多人的心声了 这个是一个我非常常被问到的问题 也就代表呢 大部分的人就算没有每一天紧盯着对手的内容 还是很有可能偶尔啊 在研究或调查的时候 产生一些些不舒服不痛快的感觉 那我们在Dream to Go 人生设计思考的课程中啊 第一单元就是在讲述心态会如何影响一个人做事的态度 还有他看事情的角度 你的心态影响着你的思维和感受 那这些感受呢 会成为你行动或不行动的原因 而你所付出或没有付出的行动 也会影响着你最终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因此呢 我们就先从心态开始聊起吧 眼红他人的成绩啊 是人之常情 这甚至可以说是我们一辈子都需要学习的人生课题 那当你呢 能够早一点领悟他人的成功并不是在威胁着你 你就能够呢 早一点用比较舒适的心态来看待人生 你的生活和工作的产能也会变得有效率很多 因为你不会花太多的心思 在这些没有什么实际益处的事情上面 当我有嫉妒之心产生的时候呢 我通常会花一点时间去散步和冥想 我会试着找回我经营个人品牌的初衷 然后意识到说 花时间忌妒别人 也不会让我有更多观众或更赚钱嘛 那我干嘛浪费我的时间浪费我的好心情呢 省下这些资源的话呀 我还可以更有动力的去做出真正有价值的事情 因此我在忌妒这一块是比较实际的 我认为这是一个没有实际用处的情绪 它只是来影响我办事情的速度 所以我很快的就会知道这个情绪真正出现的目的跟原因 然后调试心情不要太在意 很多时候呢 嫉妒心的出现是一种没有安全感的象征表现 它在述说着呢 你担心某一样东西的失去或匮乏 也告诉着你 你其实很在意 或者呢 你自己觉得自己不够好的地方在哪里 因此我觉得与其去排斥这样的情绪 或者避免这样的情绪产生 我们不如呢 就在这个情绪发生的时候 感谢它的出现 例如呢 我就会很好笑的 常常跟自己说 诶诶这个嫉妒心又跑出来了 OK好了 我知道了 我看到了 我感觉到了 谢谢你的出现 让我知道呢 我还有很多人生的课题 需要修炼 然后呢 好啦 我会继续的修炼 但是现在呢 我就请你慢走 我不送 因为我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 我要去做 所以我就会用这种你人化的方式呢 跟我的情绪说话 我觉得这个比起想尽办法 要压抑它 或者是避开它 真的来的有效太多了 所以听众们呢 你也可以试试看 用幽默的口吻 来跟你的情绪对话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都很努力的 想要经营个人品牌 你不知道你的竞争对手 花了多少时间 还有力气 才能呈现出 你眼前的这个模样吗 那我认为 作为一个有智慧的人 我们就是要去学习 欣赏他人的成功 以及为他人的成功喝彩 毕竟你肯定也不会希望说 哦 当你这么用心的 经营个人品牌 然后总算做出一点成绩之后 却开始交到 其他人的眼红吧 所以 如果说呢 这个竞争对手 能够做出比你好的成绩 那就代表 他的确有本事 OK 你心里虽然难受 但是呢 你是不是也得敬佩他一下 佩服他一下呢 那只要你能够转念 你可以想说 虽然我是有点嫉妒他 但是我确实是真的蛮佩服他的 你只要能够转念的话 你的心情马上就会好一点点 相信我 赶快来试试看 那我知道佳琪 和有类似困扰的听众 可能会经常想着说 他到底凭什么呢 我就跟你说他凭什么 他凭的呢 就是他对于自身受众 习性的了解 他所分享的内容 你可能觉得很无聊 你可能觉得还好 你或许会经常想着说 啊 这个也没什么啊 这根本没有什么深度可言嘛 如果呢 你有这样的想法 那就代表 你不是他的观众啊 所以他写的内容 你不喜欢 你不需要 这个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但是你喜不喜欢 对这个对手来说呢 一点都不重要 他存在的目的 不是要让你认同 最重要的是呢 他的内容有人看 他的内容 他观众喜欢 所以就算很无脑 就算很简单 他一样用了对的语言 去投射到 一群会欣赏珍惜 还有appreciate 这样内容的人 他评的就是 他对于观众 还有市场的掌握度 以及呢 他不受其他竞争对手的影响 他持续专注在 眼前的事情上 再来啊 我一直都认为 他人的成功 并不意味着你的失败 这句话呢 我要再说一次哦 他人的成功 从来都不代表你的失败 成功的人 也不需要为你的缓慢 负起任何责任 你或许会想说 他在做的事情 我也做得到 为什么他的回想 就是比我好 因为 很现实的就是 这个世界上 本来就不会 只有一位成功人士嘛 我们不会只有一位 艺术家 政治家 或者是一位做得最好 最厉害的创业家 我们不是身处在一个 独裁专裁的世界 你也不会想要活在 那种唯我独大的环境中 所以 他比你好 你比他好 还是你们都不好 你们都一样好 我觉得这个轮流 当家的形态呢 可能才会是 最常见的常态现象 那在过往的教育体系中呢 我们会争第一名 我们会争前五名 我们会想要考取的学校 也都会有名额的限制 所以这样的有限思维呢 被灌输在我们的脑海当中 那我们也带着这样的 有限信念来到社会上 所以当我们看到 其他人表现 比我们好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很下意识的觉得 哦 自己的地位被威胁到了 可是呢 我真心认为 这个社会 它并不是零和游戏 它不是我赢你就输 或者是你输了 就代表其他人赢了 越是绝对的东西 它就越是狭隘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去锻炼自己的智慧 多多冥想 去克服你心中觉得 有输赢的那一块 你或许会想说 啊 这个世界 这个市场就是这么的饱和 这个主题的观众就是这么多而已啊 但是呢 你别忘了哦 你自己也不可能只追踪一位创作者嘛 所以除了我之外 你一定也有同时在追踪跟收听其他类似的主题 所以你跟这些竞争对手都在抢夺同一块市场同一群观众 那又怎么样呢 这些消费者他又不太可能只购买一本书或者是只买一两件衣服而已啊 同样主题的竞争者在市场上面一块活络 不仅能够让这个产业更加景气 也可以让观众和学生们有更丰富的选择 我知道我们都会很在意自己的成绩好不好 或者是自己的按赞啊 追踪数啊 是不是比其他的竞争对手还要来得多 但是呢 我们来做个人品牌的目的 就只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 那第二个就是 既然你想要真正的服务你的受众 那当他们不再追踪你的内容的时候 其实你也应该要很开心他们从你的品牌之中毕业了 或者呢 他们意识到他们需要的是其他的内容 所以你也变相的在帮助他们省下时间摸索 你真正的帮助了他们找到更适合的资源嘛 那关于另外一个开始来做个人品牌的目的 你一定也是希望能够帮助自己提升自己的生活水平嘛 所以现阶段的你会觉得说 金钱名声地位很重要 但是呢 别忘了我们刚才提到的 这个世界它本来就是风水轮流转的 世界的首富会换人当嘛 那我们的名声地位也会有波动 如果你将这些外在的物质 看作是自己生活水平中最重要的元素 那你就得接受 你自己的心情会随着赚多赚少 或者是名声高低而起起落落 这样OK吗 如果说呢 你觉得这样子是OK的话 那当然就go for it 但是呢我个人是还蛮不喜欢心情随波逐流的感觉 所以我宁愿呢 把自己的财富摆在我的心灵健康上面 因为这样呢 事情的变异因子比较小 也可以让我的情绪和幸福感比较稳定 那也不是说我都不会在意 或者是不会嫉妒其他人的成绩嘛 所以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觉得真正有效的调试方式 就是啊 我会花一点时间抽离这个网络世界 或者是我的品牌 我的这个产业 然后好好的生活一下 其实很多时候啊 我都会察觉说 嗯你知道吗 我的日子真的是过得还不错 我真的是过得蛮好的 I have a pretty good life 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酱出茶呢 都有值得感恩的地方 日子其实真的挺好的 重点是呢 我对于自己在做的事情 很享受 很骄傲 那我也不太可能去做那些 我觉得哦 好像还好的内容主题 就只是为了捧大众开心嘛 我来做个人品牌 本来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投入在其中 而且呢 be proud of it 如果呢 你对自己的作品 还有内容问心无愧 甚至觉得很骄傲 那你也不太会在意 其他人怎么做 怎么看 因为这些都与你无关 因为其他人做的多差 多好 都不会影响到你的创作价值 因此呢 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 与其呢 想办法避免嫉妒的情绪产生 不如呢 在发觉有比较之心的时候呢 用你人化的幽默口吻 跟自己的情绪说说话 他的出现呢 可能就只是像小baby一样 需要你的注意力 他只是在提醒你 你的不安 你的在意 所以呢 你就和他道谢 然后呢 把他尽快的送走 不要让他在这里逗留太久 不然呢 他会耽搁你做其他事情的心情 再来呢 你也要知道 这个世界呢 并不是你赢我输的零和游戏 我们可以有许多竞争者 许多选择 同时呢 都存在这个共享的世界里面 其实 每一个人都很努力啊 那别人的努力 也没有威胁到你的存在嘛 做一个愿意为他人 成功喝彩的人呢 你就可以过上一个 更轻松 更幸福的人生 所以祝福你咯 佳琪 非常感谢你收听这一集的节目 你是不是跟佳琪一样 被嫉妒或者是比较的情绪所苦呢 那听完这一集的内容 你有没有什么take away呢 欢迎你回到我们这一集的原文 或者是我的instagram上面 分享你的收获和想法 如果呢 你想要参加你问佐达 特别气话 也欢迎你回到网站 提交你的问题 记得 你永远呢 都可以透过选择的堆叠 设计你的理想生活 因为你是你人生的负责人 你有权利 也有能力 去过你真正热爱的人生 我们下周四见咯